中国和阿根廷相距很远 但是两国人民的心是很近的 在去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和阿根廷公共媒体 国务秘书办公室联合主办的 中国阿根廷人文交流 高端论坛上 当时我们也是很荣幸的 邀请到了您出席并且致辞 我觉得您在那个致辞当中 有句话说得特别特别好 您说相互理解是 国际合作的重要的基础 互利共赢是国家间 合作发展的基石 您认为接下来两国 可以如何的去更好的推进 两国人民的交流 并且去加强他们的理解和信任呢 我认为一个人不喜欢 其他人不熟悉 所以我认为它是重要的 让民进入认识 所以我们必须 建设一些文化的文化 尤其是文化的文化 但是文化的文化 但是文化的文化 因为我们共产生的文化 我们共产生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 我们需要的文化 希望能力 我们需要增长的文化 为我们的社会 计算下的文化 我们需要的文化 我们需要的文化 以及最大的 concent最 所以就像我此 provoc 道ました 所有人的一串 是对社会积国五中 At 始 side 是是的 一切很重 是比特有更重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 所以,在某些地方或是一些公司 或是一些公司,在某些公司 也看了一些不,但那些公司 但是,那些公司是在某些公司 我们说的政治活动 是有些更加持续的时间 所以我看来很重要 我们有50年纪的交流 但,我们必须要有很多前的交流 那些事物產時然後看到了 而且這位大臣 亦在 traced關係 是因為那些事物產 被成功績予過的 我們在中秀的軍事 延長在五十 Lastly 我們已經開始了 一種財務 我們已經開始了 財務財情 並不是呢 建立了 跟了壞的要力 이상起 另一項 properly 所以我發現 我看了一遍,不是有可能是在练习的关销, 而是在练习的关销, 在练习的关销, 但是在练习的关销, 他们不停开销, 不可能有严谋, 不可能会把关销, 因此,我们的关销, 有关销,非常重要的关销.